关于伊朗核问题的6加1谈判一个关键时刻 伊朗做出了让步 把油浓缩的浓度降到了3% 同时用来发电解决伊朗大规模的工业用电的问题 美国等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这个妥协都表示肯定 但是以色列仍然表示怀疑 这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对以色列来说只是起到一种安抚作用 而不会对伊朗构成太大的威胁 另外以色列的国土报着重站在以色列自身的角度 做了一个分析 认为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为美国在以色列境内部署弹道导弹系统 做一个准备 或者说这就是一个前奏 以色列本身没有能力单独拦截伊朗的导弹袭击 如果美国在以色列部署导弹 以色列不仅会获得保护 而且可以从美国第一架购买空对空导弹 同时可以在美国的资助下发展自己的导弹技术 有消息就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很快就要去美国访问 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就两国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来举行一个会谈 德国的德新社的分析相对来说比较全面 分析了各方的观点和态度 这篇文章说 这次演习将模拟以色列遭到来自伊朗 叙利亚 黎巴嫩的远程导弹袭击 三个国家的真主党领导人对这次演习的准备工作一直都很关注 伊朗和叙利亚所将密切等待演习的结果 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演习是为了发现导弹防卫系统的薄弱缓解 测试应对中东国家遭遇导弹袭击时的防卫系统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媒体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俄罗斯的真理报谈到了俄罗斯要和印度共同来建造超音速导弹的消息 这个导弹目前来看是性能在世界上还没有和它相似的导弹 几乎也没有武器能够摧毁它 这个项目预计将会耗资几十亿美元 这种超音速导弹将被看作是印度巴拉莫斯导弹的继承者 巴拉莫斯拥有高度智能化的操作系统 可以使导弹巡航速度达到3.0马赫 比美国的战斧式导弹还要快三倍 同时印度最近已经明确了和俄罗斯共同建造喷气式战斗机的一个合作的意向 美国华盛顿邮报谈到的是伊拉克选举法再次受到搁置的问题 这篇文章说伊拉克议会在19号的选举法的讨论当中 由于对选举方式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 所以新的选举法再次没有获得通过 这项法案准备在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选举新的伊拉克议会 同时对于美军完全撤出伊拉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些伊拉克的议员就表示 法案投票可能要延迟到下周再进行投票 最后我们再来看日本共同通讯社的一篇文章 20号日本政府决定全面实施人事院提出的一项建议 减少国家公务员的月薪和奖金 这也是日本六年以来第一次同时减少月薪和奖金两项 减少国家公务员的月薪和奖金